透过布施能够帮助我们舍除坚贪的心 菩萨道的修行从实践布施开始 布施除了可以去除坚贪习性外 还能长养慈悲心 并且累积修道所需的福德资粮 七种不损财物的布施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眼施 就是我们要很慈祥的眼睛 来对待我们所有周围的朋友跟众生 我们也可以用和元月色诗 意思就是说笑脸迎人 让大家会感受到你这个温暖 我们用言语诗 什么叫言语诗呢 就是说我们口不出二言 全部都是想讲那个柔软语 柔软语这个也是一种布施 我们要出自内心 就是我们要真心诚意的 要这样去对待人 这个叫心思 那我们刚才在去接李明来 然后大家一进来 大家都起身来迎接大家 这个就是生思 我们把这些李明引导到我们的座位上面 那这个叫做 我们叫做床坐师 把家里整理好 通路做好 让父母亲或长辈 甚至小孩子能很顺利的去 进入他的房间去休息 这个叫做房屋师 那以上七种布施呢 是不损财物 这些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教我们的法师 在大圣佛教经中 布施分为财布施 法布施及五位施 其中以法布施最殊胜 五位布施最高尚 虽然法布施最为殊胜 但还是应以财布施为基础 佛说最福报应经中云 为人大富财物无限 从布施中来 史方新闻 王慧如乌中瑞 高雄采访报道